Hi,大家好,就我刚起身,睡醒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不测,因为呢,我在这里呢,有两个日子是最不平衡,最想不开的,第一个就是冬至,第二个就是花人心灵,明天呢,每个人都知道都是冬至, 然后我睡醒的时候,一开Facebook,整片播都是,关于汤圆啊,每个人一起,很happy,然后就看到这些, 然后就算了,就关掉Facebook,然后再去玩App的时候,我就看到这个, 这次呢,就还是很高兴啊,因为就很想念他们,所以就靠在他们是很开心,可是心里一直觉得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, 可是就是,就以上的东西呢,就是纯属发泄,然后就祝大家有冬至快乐,然后也祝我妈呢,就快乐啊,就提早清除她的生日, 哇,闯下电话,然后讲两个,然后就每个、节开、 其实有着这个,自己的冬至吸收啦, rrrrr,rrrrr!r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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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就不可以 我又回來了 耶 耶 哈哈哈哈 欸 我在錄影欸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會 你跟著我嗎 哈哈哈哈 no way 不可能 不可能